看旺哥视频,点赞运气旺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名字的问题 例如说我们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用月这个字 对吧,这个字好不好呢 那我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东西我们说以名字 名字为什么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例如说我们信佛教,道教什么的 我们简单都说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对吧 南无观世音菩萨,念的这些咒语 那念这些圣号就咒语 你为什么会觉得有用 不是说要念什么一万遍,几千遍吗 对吧,那为什么会有用 那你想象一下,如果念这些咒语 念这些咒语有用 那么念你的名字有没有用 你想象一下 所以为什么会说一些艺人,一些领导人 他的名字是会影响他的命运很大 因为他的名字给人叫的次数 跟引用的次数多呀 所以你要知道一点 名人 名人呢 名人来说名字很重要 因为他的名字就等于说让人家叫的多 让人家用的多 所以会影响他的名字很重要 那么很简单,我举个例子 现在像我一样 我的名字来说 我证明肯定是没有旺哥这个名字影响大 为什么,因为旺哥是我的艺名 对吧 所以为什么像王妃啊什么东西 成龙啊,对吧 他们的艺名影响更大 因为大家都叫他这个名字 对吧 而且你越出名的人 你的名字影响是越大的 是不是 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那名字是对一个人的命运确实有影响的 不能说没有的 如果你相信念咒语有影响 那么念你的名字一样有影响 对不对 好,这是一点 第二点我跟大家说这个月字 首先我们先说这个主人公柳叶 柳叶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吗 听起来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很好的名字让女孩子来说 但有什么问题啊 你猜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有个某子 这里有个对子 好 某是什么 某是正卦 正卦 东方 如果大家学过八字的就知道 这是正卦 对呢 对就对卦 这是正西 某 其实对卦也是有卦 你要是这样知道八字的话 你就知道某有相冲 或者是正对相冲 那么它是完全相冲的卦 所以呢 它这个人 而且我们说姓是代表祖先嘛 因为姓是祖先过来的 对不对 这才是自己嘛 那么 金刻木 有冲刻茅木 我对我的长辈是很不尊重的 所以这种人 一定是对父母是反叛的 他跟父母是合不来的 和反叛的 而且他是克父母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孩子一定是很反叛的 对父母是很不好的 是吧 这就出来了 出来 那我现在就说到 所以这个名字 其实它是起的不好的 那我再说到个越之问题 越有什么问题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就在2017年 我的客人中有一个人叫叶月 女孩子都好听了 对吧 名字 但是我说 我说今年你一定是动手术了 而且一定是胸部手术 而且一定是在右边 当然左边也有可能有 为什么 你想象一下 越是越是这样的 大家如果你懂一点八卦的话 越是对攻 对为切 切口 这是一点 这个树心房是刀 所以有切口的刀 所以呢 他一定是有切 用刀切了点东西 所以就开刀 那么他开刀 他什么时候开呢 我为什么说到2017年呢 因为2017年 我看到他的时候2017年是2017年是丁有年 看到没有 在启门顿家里面丁也是代表手术刀 有是代表着对挂去切 手术刀切了一下 那为什么会说乳房呢 因为你看看这两个字 一般你看看这两个字对的 是不是有点像对称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 感觉是你要是知道九公八卦的话 九公八卦是这样的话 就是 这是九公八卦 对挂子在这里 对挂子在这里 这是叫做中间部位 胸部部位 那么这里切了一下 所以一般女孩子来说 对吧 都是乳腺要终身啊 什么要切的 对吧 两个 那么他左右对称 那么就应该开刀 而且一定是右边这个比较严重 对 这右边就左边了 对不对 对称的 也那两边都开刀 也那就是右边的比较严重 他说是对的 右边的就切的比较多 左边的切的也切的一点 就比较少 你看 名字就影响 我们说看 看字就要就 看名字影响 就这样来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 我一个客人 他叫 他叫徐海 徐啊 徐海 那说这个名字有什么 有什么不好呢 这徐里面它有个午火 海里面它是水 其实午火是水火相冲 这是火啊 对吧 这是水啊 同样了 水是灭火的 那么这刚刚说过了 姓氏代表祖先 代表长辈 这海氏代表自己 这个人一定是叛逆的 一定是对父母 也是不好的 对对 这就是名字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起名这么重要呢 对吧 当然起名 我们说 例如说我们澳洲的朋友来说 我是英文名跟中文名 那我中文名 这么重要呢 你中文名基本上 没什么人叫你 那就不重要 因为你 大家叫你的英文名字 是吧 所以你的英文名字 也更重要 但是如果 例如说 你有微信名 那你微信名 大家都用你的微信名的话 那么你的微信名 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 这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